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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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像鑽石那樣的形態,這條線上升軌跌破了就是這個陰軸,但是昨天就有反彈,這兩條線其實昨天煙滑了,奇怪的地方昨天的反彈高位都破不了下降軌,不要說今天的十字星,大家知道十字星就是開市和現在差不多,就叫做十字星,十字星有陰軸, 或者陰軸,或者陽的十字星都沒有什麼關係,在陰陽觸兵法裏面,整個十字星就是代變,其實說代變,待會也會有一個環節,除了貿易戰之外,就說星期日就有一個所謂超級星期日,因為意大利大選加上德國重組聯合政府投票,做不做到,也是很關鍵的 大家都留意到最近在外圍方面,德國連續兩天,譬如前天跌200點,昨天來說跌100點,待會又要看回他們的跌勢,所以其實不只是擺在意大利裏面,德國也是其中一個焦點 好了,回到這個圖表上,大家都和大家畫了一個上升軌之後,向下就有一個所謂塔形頂了 今天來講,也在今早文章跟大家分享過,我就講過孫子兵法,聖者先勝而後戰,就說想到有什麼部署才可以作戰,這個多數就是贏者 在這方面,譬如昨天來講,就看到抽了上去310,當時也曾經是最低到30454左右,就抽了上去,但最後也跌回來了 對我來說,我其實就比較上被動,我就是鎖倉的,在昨天來說,所以其實它升跌,本身我都不敢怎樣移動倉位 即是因為期權有一個部署就可以,好像我們遊戲,即是正在說這個醒古無雙這個術語 即是說,擦武器,擦裝備,準備 準備什麼呢?就是準備T加2.5,就是今天的下午,今天的上午,其實大概都是30520左右 但是在下午來說,都是徘徊在30520至30560左右,有波幅就沒有升幅 不過,最主要的理由,譬如昨天大家看到,在低位就跌上了六七百點 那今天為何又跌不到呢?最主要是關鍵位 因為在2月27日,就看到曾經去到31799,差一點就去到31800 我自己覺得31800,個個個是位來的,大家都在文章看過 如果沒有,重複給大家看,大部分人知道有一個列口位 這個列口位就在2月6日出現 2月6日一開始的時候,其實就已經是31029了 但是上一天的收小位是32245 但是最後就看到325日的低位就是31712 一般的理解就是31712和31029就是一個列口 但是其實大家都疏忽了一件事,真正的蟹貨區 列口通常一般來說就是要來捕捉一些蟹貨區 當它抽回上去的時候,它補了列口 而那些蟹貨滲出來,列口不成立就會反過來跌了 所以向上補就向下跌,主要是這樣 但是大部分差不多九成九,我看一些新聞報道 或者財經分析都覺得317是列口,其實是錯的 為什麼呢?因為32245就是收市位 一開波就去310,即是1200點左右的跌幅 列口開出,即是那些錢都是錢來的,全部是輸錢的 那它上去後怎會在317便會覺得沒事呢? 當然要上去到322才叫做沒事 中間位都是大約318左右 所以我當時就說318至322補不回都不用想它 怕它了,果然就是中了一招 就是說它收了上去,318現在就倒轉頭走 318是一個轉角位,所以它T加2.5 就是今天來到上午2.5 現在看到都是偏淡一點 最主要的理由就是在這一天你擦裝備去部署做事 就不用怕它夾,為什麼呢? 不是不怕是機會變小了 譬如昨天無緣無故夾718,為什麼今天又不夾呢? 歷史可以簡單重複,其實就是因為它掃了上去318 那些全部掃了貨,掃了貨之後在今天早上或者ADR昨晚沽出來 所以市勢就沽出來怎麼可以夾上去呢?主要都是這樣說的 好了,所以在這一刻裡面我就覺得其實今天來講 比較吊詭就是你要過夜,星期六才去面對這個所謂超級大損日 那你夠不夠膽呢?但是其實在投機市場或者投資市場 往往都要所謂take risk 即是你冒一些風險 但是大家知道現在美國方面 那個所謂reask off的情緒是大了的 大家都記得一月是升到你不相信那一隻 那麼二月開始就已經出現了,譬如跌千幾點了 其實有些人當然會知道覺得是因為長債息飆升 但是其實大家都知道其實講了通脹很久了 那麼長債息飆升就是反映通脹有問題 但是為什麼那時候或者在一月、二月以前是沒有事呢? 其實就出現了的分別就是什麼呢? 就是當時美國都有一些所謂便宜的資金 現在就不同了,因為現在是縮表 資產負債表正在收縮 這樣已經很明顯出現了不同的 第二樣東西不同,要記得我都跟大家提過了 VIX就是講那些所謂恐慌指數 恐慌指數就是越飆升就是越恐慌的 那麼曾經曾幾何時呢? 在今年一月之前,很多人都贏了三年的錢 就買它這個波幅不會升的 因為為什麼呢? 根本就是美股牛市未完 就沒有收縮表 變成就是耶倫又未下來 諸如此類的因素 令到美國每一次插下來都會重新上去 但是為什麼這次又不行呢? 因為第一,出了縮表 以及我跟大家提過一下 外面比較少人說 就是陣前逆仗 在打一場仗之前 就算你放趙子龍出來 無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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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故 問題不大 但是最主要你明白他的背景 他不是經濟學博士 但是他又不想被人看衰 他不懂事 所以他是新官三把火 最好笑 他上任之前 第一次在聽證會裡面說話 之前 外面很多都認為他是消虧、吵除多 即是不會有什麼變化 說回一些無靈兩可的話 唯獨我和一小絕人都覺得 其實新官上任三把火 他一定要表現自己 因為他要表現自己 我不是經濟學博士 我都懂得看市 因為其實他真的看市場很久 但其實我會覺得 他寧願那些資產價格回落 比寧願去繼續上升 因為繼續升 真的有機會泡沫 對他來說 他第一天的聽證就說了 即是說不會覺得 會因為股票的調整 會影響他加息的步伐 這方面他講得很清楚 但是昨天來說 他又反過來說另一件事 他講什麼呢 就是說 我本身 他會覺得 就算是現在來說 都不會是 即是說通脹升上來 都不會有所謂 overheated的economy 經濟不會過熱的時候 不需要太擔心 但是市場 就被他搞到 搓上搓下 所以就搓過陳豪 但是特朗普未出招之前 其實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現在VIX 就不斷飆升 因為波幅很大 但是曾幾何時 大家都記得 VIX 反過來就是XIV XIV又不是真的 英文調轉那麼簡單 即是說 你猜他沒有波幅 你就是做XIV的合約 做VIX合約 就猜他有波幅 這個 就覺得美國人 想一個名稱都不錯 即是讓你清楚知道 你在做什麼 即是說 我掃入XIV 即是說 你本身是覺得 他沒有波幅 但是現在VIX 抽了上來 即是說市場 很多人 甚至乎 所謂AI algo trading 全部都湧入去 是正在做這個波幅 走先的了 所以 如果他是特朗普 這次來說 你也了解到 其實是留一條尾巴的 稍後會說 貿易戰 他都說 是一個 intention 但是未必落實 但是 他這個便造成一個波幅 即是 無論怎樣也好 好了 在這方面 是有危險的 即是變成你如果在低位沽貨 似乎 就有機會被人劫 但是在香港這個情況 我給大家看看 圖證物說 最早的就是334 接著 第二個高點就是330 接著下來 就已經是318這些位 好了 即是三個高點都向下移 所以他這次彈的高點 你會留意到 我這裏兩個交叉 即是兩條線的交叉 就是三零 即是來到這裏 就是315左右 即是說 其實下一個高點 應該超越不到315 所以在某程度上 就會有很多淡油 就有傾傻 為什麼 因為如果用期權 大家知道 現在你做期權的淡倉 那些引伸波幅很高 因為大家都看淡 變成那些莊家來講 開的時候 他一定會覺得 要給他一點錢去撿 因為是風險的 所以 你不想有一些所謂的引伸波幅影響 你就是紅症 紅症有個問題 每人先打了把 但是如果你一浪低於一浪 如果像昨天一樣 我都跟一些 我們群組的會員提 其實可以 313已經可以做打把架了 所以昨天來講 紅症313 不費吹灰之力 今天就跌了到500點 又有錢去撿 但是現在來講 去下一個 其實可能就是 310已經可以足夠了 只要有些這樣的期望 走去用了紅症 股市就有壓力 不是代表一定贏 但是 只要人同此三分心同此理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人加入這個沽貨行列 有很多人就反過來 不斷希望撩底 昨天寫片文章跟大家講了幾件事 就不要這麼早撩底 不是撩底不是不好 大家知道 很多人都教你 沽貨 就是升市就抹磨頂 但是跌市都可以抹磨頂 如果你現在去撩貨 即是等於 凌空捉住一把 跌中 由50樓 跌下來的武士刀 跌下來 你捉得住就好 捉不住就 手指都沒有了 所以 為何要大家 不要這麼快撩底 就是這個意思了 今天來講 我自己下午未完之前 我都覺得是有機會在這裏波幅 但是波幅來說 都是利淡的 現在來說 好像很低位 334跌了305 但是我覺得整個三月 一個跟大家分享一些在期權 我領悟到的道理 我在二月的時候 很幸運地 334做了長期 亦都會覺得它是 淡油是大舔的 按照計 它會 291都頂不住 一直跌下去 但是為何它又淡上來 我都想了很久 終於我想得明白 原來它淡上來 第一就是趕走淡油 第二 它原來不需要在某一個月吃光 因為它其實可以 大家都見到 118抽上去 118抽上去 118抽上去的時候 它就是抽高裡面 等它轉三月的淡倉 如果我的理論成立的意思 就是 二月它在高位做了之後 其實它在高位再轉三月 所以我其實反過來 我很後悔當時做二月的334 如果我做三月的334 欠很多錢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我不用讓它 鑑生 焗我平倉 變成我現在最高的長期 都是說1314 隨時夾上來 都不會有很大的利潤 但如果說334 就不會怕它夾 大戶就不會犯這些錯誤 我一直在學習 即是說大戶 為了要證實到 他們的部署是對的 三月只會有波幅 沒有升幅 三月頭 現在來說 就是3月2日 大家還有時間去部署 趁每一次反彈 是減持磅 以及積極一點的 就是上空軍一號 今天來講 我們未收市前 我都可以跟大家說 看位做淡 上空軍一號 即是擦一下裝備 部署 擦一下武器 都可以出擊 就是坐上空軍一號 這個空軍一號 好了 講到這一刻 看到的市 仍然都是 現在講期指 30533 也都在30560 和30500之間 那一百點來回波幅 不讓你們看到有什麼事 但是要夾的夾了很久 還有大家不要忘記 待會歐洲試開的時候 就會反映了兩件事 第一 就是歐洲對這個大選 如何看待 第二 其實說昨天的跌幅 在貿易戰上 已經出來說話 歐盟說 嚴贈以待 會全力去反映它 這些說話 是嚇過市場的 所以如果歐洲市一開 可以再插 今天那個低位 分分鐘 304這些位置 都會跌穿 好了 最理想的情況 當然我當然希望 今晚夜期 連304都插穿 去到303那段裏 我對我來說 有好處 我的部署就會 在夜期裏面 反過來 把夜期期指做好倉 去鎖死我今天 日常交易的利潤 就不跟它太過博弈 在這個大選 因為那個真的猜不到 完全是沒有人知道的 但是如果我是這樣想 我是其實覺得大會 都是這樣想的 才會這樣做 它現在頂住 雞頭 又不抽上 又不折落 等你無所適從的時候 它在夜期才做事 這個是我的看法 好了 講到這裏 都想休息一分鐘 大家不要走開 待會再跟大家 談貿易戰方面的事情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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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